中国人好像在说 你强硬 那我们就等你自己罢手 11月16日 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了首次云会晤 会谈超过原定时间半小时 共持续了三个半小时 引发全球关注 坦诚 深入 合作 这些频繁出现在双方表述中的关键词 也为关注此次视频会晤的国际媒体 定下了报道基调 中美军希望缓和两国紧张局势 并在竞争中争取合作 华尔街日报 从此次会谈中看到 美国政府在中美关系中对所谓人权 经贸 领土问题的无力 中美关系专家罗伯特 罗斯表示 这是一个不一样的中国 中国人好像在说好吧 你想表现出你的强硬 那我们就等到你自己罢手 这是一个非常不同的决策环境